我們要請華健弟兄 帶我們做個禱告 我們先一起禱告 天后們感恩 謝謝您 這次聚集政務提供姐妹 在主任的公開結束之後 可以在一起來學習 來做教導 一些培訓 我們真的是把以下的時間 用力的交代表 我們恳求主 你是給禱師母 可能是 他最後有個解釋 可能是把 他所體會的東西 所體會的培訓的課程 可能是講解得清楚 讓我們這群一群聽的 一群受教的 我們可以聽得清楚 可以聽得懂 主要你也給我們智慧和恩典 讓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主要真的是 可以用心 把主要是這些類子 都可以 引受 也可以真的是 應用在我們教導小孩子的 儲學的課程當中 主要謝謝您 祝福以下的時間 既然的禱告 我們一起求 祈福能天使節祈福的生命 阿們 謝謝 阿們 在我們開始之前 有沒有辦法請你跟你的 旁邊的一個peer 就是你們看一下我今天的這個 topic 就是叫 Station Rotation 或者是 Center Rotation 還有就是陰材師教 你們在想這個 topic 大概包括一些什麼 應該是什麼意思 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你覺得是為什麼主日學 需要陰材師教 什麼是陰材師教 我們中國人常常講這個 英文就是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對 嗯 First Personalize 就是 Personalize 好好 OK 跟你旁邊的人大概想一下 然後我們再聽兩個東西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什麼是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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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有一個印象是什麼意思 或者是在公立學校 或者是基督教學校 或者是在馬眼裡接觸過這個名詞 就是用玩具的 就是用玩具的 我們來問問靜宜好了 靜宜 你們在學校裡面有提到這個嗎 Differentiate the instruction 我們常常 最常看它就是小學的時候 或者從最開始比較多這樣子的 就是每一個孩子進到教室以後 教室跟set up 等幾個不同的工作項目 然後每一個孩子可以幾分鐘以後 Rotate到下一個 那你可以在 老師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特別的去協助 每一個centre 或者是看一個小組長 在Cope的那個centre 然後每一個孩子 每個人他需要的 有些孩子他可能比較需要 說這個station上面 得到比較多的幫助的時候 老師就可以有各種的指導 那也有一些孩子他就可以 有機會去操作一些 然後熟悉的 得到比較多的練習 對 因為這個就是很好的方式 可以幫助 可以設不同的工作項目 讓每一個孩子 特別的 然後有比較熱門 然後在小組裡面 是比較容易針對小組裡面的 幫助他們 對 講得非常好 那我想有時候在我們教會 可能目前我還很少看到 就是我們有這個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我們的 兒童主日學可能比較需要work on的 可能需要 還需要有一些進步的 那我們曾經在VBS做過這種 這種形式的 就是小孩子就非常喜歡 而且那個participation跟那個motivation 就是很有情緒 然後又很想做 因為你不管哪一個station你去 都已經是design好那個activity 而且都是有聖經的教導在背後 所以不管是外面沒信主的小孩子來 或者是已經在教會很多年的小孩子 他還是會很感興趣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能夠把這個方法交給你們 那我今天前面這一段 因為是PowerPoint 我會email給吳健跟坤子 可以給那些別的老師 所以他們有一些theory在裡面 可是我不要drill too much 就是好像一直focus在這個理論這樣子 我要你們能夠實際做 然後講一些例子給你們聽 這樣子你去教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好像我可以做這樣子 那這個只是我現在講這只是理論 就是怎麼如何的分組 那我一般我喜歡分組就是多分 如果是因為我們的小孩子 一般都差不多只有10個左右 對不對 不像VBSVBS有50個 那你們的分組最好是要三個到四個學生就好 所以一般多分個兩三組就可以 然後一開始因為老師有時候你還不太熟 怎麼樣能夠來因材師教 就是要你在design activity 因為是要by level Level of understanding 就是說按照孩子對聖經的了解 對於聖經知識的了解來分組 那有時候也可以mix group 就是有一些懂得比較多 有一些剛剛從別的國家來 或是剛剛從別州來 從來沒去過教會的小孩子 他們就不會覺得好像被left out這樣子 那這裡我喜歡分組的喜歡用顏色或者是動物 或者是用聖經人物來分組 但是你千萬不要分高中低 因為小孩子一聽到高中低 他們馬上就覺得如果是在low那一組 他們就說I cannot do that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因為這是一個心理學的作用 所以不管在學校 我們都是用neutral theme 你可以用動物你可以用植物 你可以每個月都換一個 theme 然後來分組 然後你在分組的時候 你就是要看他的instructional meaning 因為每一班的構成都不一樣 我曾經教過kindergarten 那一班就有四五個程度 有的剛剛從阿公阿嬤 從中國把他們帶來 暑假要學英文 英文都聽不懂了 還有的已經在教會 從小長大那個pre school 已經上過兩三年了 很多故事他們都已經很熟 加上爸爸媽媽都有在教導 所唱的每一條歌他都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這個孩子 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尤其是五六年級的小孩子 他來到你的教室的話 他的程度已經差很多 因為有的已經bible knowledge 你可能叫知識已經非常熟悉 比如下面我們可以講Michelle 他雖然是三年級 他又是在基督教學校 爸爸媽媽在家裡 也有在教也有在背聖經 他的bible knowledge 已經是你一般剛剛進教會的小孩子 程度一定比較高 所以你如果每一次 你都在講Noah's art 然後你都是從頭最簡單 開始講一遍 講到最後他就覺得很無聊 對不對 他就覺得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這個就是要比較小心的 尤其到六年級的 或者是Julian High 那就更重要這個differentiation 就更重要說 你到初中到高中 你就會有一些青少年會流失 因為他這些道理都聽過了 OK 他不能夠跟他的生活有所能及 那個就是表示 可能還是停留在這個知識的階段 可是沒有go into這個application 所以最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呢就是 這個我要講很快 就是說你所design的activity 因為我們是在教Sunday School 一定要五類到聖經的道理 那我相信每個老師 我們在座 你如果會做主日學老師一定 是你已經是重生得救的 那你知道耶穌基督是誰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個你們回家可以把它讀一下 我不想 focus too much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就是說center的時間 我想提一下 假設你分三組 OK 我們主日學時間是差不多14分鐘 一個小時 從頭到尾有一個小時 OK 那如果說從頭到尾有一個小時 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說你的分 最好就是前面十分鐘 可能有一個team building activity 有一個game 就像我剛剛讓你們說跟Pierre分享 你這個禮拜 有沒有什麼好事情發生 或者是你禱告的是像蒙神應允 就是讓小孩子relax一下 或是玩一個game這樣子也可以 然後那是前十分鐘 再來十分鐘 你就可以整個whole group instruction 那所謂的整體的就是大的團體 你在教你就是把今天你大概要教什麼 你的教學的目標 還有你今天你到底要教些什麼 大概把它講一下 順便也解釋你今天要做的rotation 就是center 對不對 假設你今天你做的 你設計了三組的活動 你把這三組講給學生 今天要做的A組是什麼 B組是什麼 C組是什麼 然後把裡面的規則 還有怎麼樣做都先講一遍 所以這就是你前面的 前面的team building activity 唱一條歌 OK 或是玩一個遊戲 然後就go into 你的ten minutes 的整體介紹 OK 這個就是你的introduction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你這三組 要做的東西講得很清楚 有一些孩子就坐在那裡 他就不知道怎樣做什麼 所以我剛剛就坐在那裡 然後假設呢 你比上一個 假設你比上一個時間 比如說我剩下四十分鐘 那我可能有兩組 我第一組是二十分鐘 第二組也是二十分鐘 那麼有一些independent activity 或是group activity dependent on那個小 有時候如果來教會很久的小孩子 他有時候在十分鐘 可能就可以把你的project 你給他的project就做完了 OK 那如果你的時間是二十分鐘 可是他們的project 只要十分鐘就做完 那另外十分鐘要怎麼辦 所以我這裡有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說你或許可以provide一些像puzzles OK 你們都可以買到這些書 word search 我知道麗品做很多的word search OK 然後可以有一些基督教的書籍 兒童重書 就是預備好 甚至就給他們一個journal OK 我今天等一下我要提到journal的用處 像比較年輕的小孩子 我比較喜歡用空白的 因為他如果寫不出來 還可以畫得懂 OK 他可以reflect 或者是你今天講的故事 他就把這個故事illustrate 畫一個插圖出來 比較大的小孩子呢 你就可以用有格子的橫條的 或者是像這種 就是可以寫也可以畫 也可以illustrate 然後或者是讓他們寫個journal 他剛剛做的那個activity 到底是怎麼樣 那也可以給他們一個wideboard OK 如果你到那個dysol 或者是Walmart 買一個小小的白板 撐一換錢 OK 那我覺得白板 白板你就是可以check for understanding 而且這個白板就是說 如果他這個activity做完了 他可以畫圖 他也可以寫字 他也可以寫下一個question 然後等到activity完 或者是下課再去問老師 OK 所以這些有一些activity 然後你在做center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behavior management 行為上的 所以我剛剛就是說你的那個規則 OK 一定要講得非常清楚 假設有的小孩子他來他就是搗亂 OK 那你如果一開始你沒有給他講得很清楚 他就會destroy 也不是要故意destroy 所以就是會使你的center 你在rotation的時候就會變得很亂 這樣子 除非你有一個helper 那你有個helper 可以把學生帶到旁邊去講一下 所以就最好一開始 你乾脆就把你的rules講出來 如果我在做center的時候 老師領導的那一組 你不能過來跟老師講話 如果這是你的expectation的話 你只能夠ask your peers 跟你的同學講話可以 可是不能夠跟老師講話 如果這是你的rules 我們就要講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做完你的activity 是individual activity 完了你就要做這些 你寫下三、四個option activity 所以他知道他要做些什麼 這是你的expectation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們的行為都先弄好 那我建議就說start small 今天待會我們幾個老師 我們可以很實際的來設計一些 因為給比較小的跟比較中年級的 或者是高年級的 你design activity就會不一樣 OK 還有就是說你也不需要 每一個月都是要做rotation 因為有些老師他教的很習慣 他覺得說我如果按照那個teacher manual 我整個已經有很多activity都包到 我可以做得很好 那也沒有關係 這個只是幫助你做因財施教 就是說因為你的假設你的整個group 你發覺你是一個大團體在教 教出來就是說有一些孩子 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或者是可以說gifted的小孩子 或者是說他的知識方面非常豐富的聖經知識 或者是從小在教會長大的小孩子 你要怎麼樣能夠面對他的nees 或者他就覺得來教會上主義學 好像就只是一個meeting 沒有他沒有什麼興趣 這個是我要強調 然後從比較小 先我第一開始 如果是我做的話 可能就是說因為你們不是professional teacher 如果敬意敬意可以 可能一開始就會有teacher-led group 那可是我不知道說你們 我知道有一些人已經教很久 或許你可以 可是如果你覺得不confident的話 最好一開始你在兩個group 你不要帶一個group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你designed group 就是說可以group work individual work 你就是可以go around 你再assist這兩個group 或是你有三個空間 OK 如果你是按影色 你是老師 你只有一個老師 你沒有 helper 你就是去monitor 這三組的活動 一直到他們對那些活動已經很熟了 你自己把那個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有根本部位講的 有autism的小孩 或者是有些學習有困難的小孩 你把他們抽出來 是你的group OK 那變成teacher有一個group 所以先start small 然後你的學生可能會問你 就是說他有時候 就像我講前面十分鐘 你在briefing的時候 他有時候沒有聽懂 你到底要他做些什麼 對不對 你可能要再 repeat 你的direction 還有呢 他有時候就是他complete activity early 你要怎麼樣 你就要給他一些optional activity OK 然後還有就是說假設 他真的不懂 他要去找誰幫忙 如果你在你沒有一個group 他可以來找你幫忙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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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